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望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股场小白,入门分享 我自己是今年从年头的时候开始学炒股票的 按照我自己的资质来说,我并不能给到大家什么专业的信息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开始学习炒股票的 因为今天早上有观众朋友跟我说 我最近想要炒股票,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APP 然后就是用里面的模拟的钱来进行炒股 可是一打眼,几天过去了,大部分钱就不见了 然后就在里面试 当他跟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 当初以前我刚开始学炒股的时候,我也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从哪地方开始学习 所以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到处学 那我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的经验去给大家讲关于股票 但是我至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初是怎么开始学习的 这样可以帮大家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到处乱撞 首先在这里声明是我讲的是关于澳洲股票 我觉得每个国家炒股的股市走向都不太一样 美股变动会比较大,然后规律也比较难找 但是我讲的是澳洲股票 所以我觉得相对过来说,澳洲股票没有太大的大起大落 但是也比较容易找到规律 所以我觉得对于股场小白来说,澳股我还是比较容易入门的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市局,时局呢,比较动荡比较大 所以股票的这个规律寻找呢,也比较难 那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这个时候入股市的话呢 就特别要小心了啊 那我现在呢,先主要先讲一下 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想要进入到股市,你首先要学什么 那首先我要希望大家就是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完全不懂得股市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的一个人 所以呢,首先我进入到股市的时候 我才发现,哦,原来股市呢,是分两种 一个是稳定型长期炒股 一个是短期炒股 就是以前我连这个我都不懂 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个小白新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你到底是想要去选择哪一种炒股的方式 长期炒股呢,有几个好处 就是它比较稳定 然后呢,你可以找经济,也可以自己去买了 比较可以,如果你有资金的话呢 可以买一些比较蓝筹股啊 比较稳定的股票呢 就是可以得一些股息 并且得到一些稳定的收入 这个呢,就是你真的是被动收入了 就是你可以不用去看着它 它就是慢慢慢慢的成长 然后呢,靠时间来慢慢给你累积财富 但是呢,它有个不好处呢 就是你的资金全部都压在里边 而且不管升与跌 就是它升得很高的时候 可能你也不会卖 因为你会拿股息嘛 然后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它也是依然会有上下浮动的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既然决定了是长期投资的话 你肯定是买了就不动了嘛 就放在那里 由它长期来去帮你挣股息 然后呢,就股票随着股票的上升 然后这个整个总价值在不停的上升 但是长期股票有一个不好处就是呢 我觉得是它把你的资金积压在里边 按理说长期投资股票呢 它其实是适用于 比方说你有很多的资产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 然后你又不想去打税 因为股市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避税的手法 所以对于某一种类型的人 长期投资股票是非常适合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比方说像我一样家庭主妇 你有一笔小钱 你也没有很多很多钱 就是这一笔小钱 你想用这小钱多一些额外的收入的话呢 可能就比较适合短炒 而短炒目前为止我认为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就是这一笔钱 就是炒来炒去 你可以用这一笔钱来靠买进买出来反复的收入 然后它唯一的不好处呢 是就是在这个炒卖过程当中 它的税务打得很高 当然了在这一出一进之间 如果你的情绪控制的不好的话 如果你的仓位把持的不好的话 如果你就是里边的变动性很大 所以必须要花更多的精力 和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去看着去看时机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就说两边呢各有利弊 你没有说是对与错 而是说你一定要去研究 你适合去投哪一种 你适合去做哪一种炒股 那我后来呢就觉得 我不想把钱大批的投在里边 而且现在市局都不稳定嘛 所以呢我就决定用短炒 那短炒呢 当我决定了选择短炒之后呢 我觉得短炒蛮适合我的 虽然说是 如果我快进快出的话呢 打税可能打得比较高 但是呢我不需要大批的现金压在股市里边 我觉得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没有安全感 所以短炒呢比较更适合我 那这是第一步 你首先先搞懂什么是长期投资 什么是短期投资 然后呢要搞要知道 他们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利与币是什么 把这个先要去搞懂它 然后呢再去决定你进入到哪一个群体里边 OK比方说我现在已经打算进入到短炒里边了 那进入到短炒以后呢 我们就针对里边的利与币 我们就开始进行学习了 首先我们进行的是要选股 因为长期投资股票 它可能是选一个到两个 你就长期持有就行了 但是短期投资呢 可能就是会需要选几个 因为你要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靠这个股票的上下浮动的这一刹那 来去挣这点差价 可能是你今天这个股票跌了 可能反而另外一个股票就升了 而今天这个股票升了 可能另外一个股票就跌了 因为不管再怎么稳定的股票 或者是再怎么差的股票 它都有上下浮动这个过程 而短期呢短期投资呢 我们正的就是正在这个上下浮动的 这一个差别差距的这个点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买进的这个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能说了 如果它升与降 不管这股票好与不好 我们都是挣这个差价 那我们还用选 还用提前选股吗 需要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是股场小白 我们是新人 我们必须要得找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股票 去来玩 来投进去 不然的话 你如果你不懂得 如果你不会去看这个上下浮动的话 如果你的经验不够足够的话 你选的股票 它是往下降的 可能分分钟你买的这个点 是永远不会再升回来了 所以那就只输不赔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选的股票 它永远是 它的线是一直往上走的话 那你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 不管它跌的坐低 它都有可能再升回来 虽然这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如果你能找这个 如果你找的股票 它的这个股票的走势是 慢慢慢慢向上走的 那这样的股票呢 我们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这也是我选股的一个标准 当然我之后呢 我可能再会给大家 再重新再开一个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是根据什么 来选择股票的 那在选择股票里边呢 就是里边还有这么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在短炒和长炒之间呢 我们要开始找到自己的价位 比方说我们短炒 我们就这么些钱 手里边就这么些钱 那这些钱里边 我们还要分配我们的仓位 仓位就是说 你打算花多少钱去买 花多少钱作为后备 花多少钱作为补仓 这叫仓位 我们第三步才到仓位 我们先讲来选股 那大概你知道了这个价钱之后呢 你就知道OK 我就这么些钱 比方说我就给自己定了两万块钱 或者是无日常 每日操作 这个进进出出的这个量 大概就控制在五千之内 那我就可想而知 我怎么样 什么样的股票 可以让我再把这个五千块钱发挥到极致 让我每天可以挣到就是最大 以最大的可能性 赢利 得到更多的这个受益 所以那我就通过我自己的就是研究呢 我发现小的股票 比方说那零点零几几分一个股的那种股票呢 它的这个我买进可以买多一点 然后它一旦升的话呢 我盈利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我现在给自己定位呢 我就会比较选这样的小股 但是这样小股是也是当然因为它是新股嘛 肯定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研究这个股票的 这护城河呀 研究它很多的东西 这就要看我们自己做功课做多少 就是当你选任何股股票的时候 你不能说只是啊 这么略过就算了 一定要非常详细的去研究这个行业 然后去研究时局 研究很多很多东西 去确保这个股票值不值得你去购买 其实就像你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 都是要研究股票的 当我们研究好了以后 我们这几个股票稳稳的拿在手里边 我们心里边也比较安定一点 其实巴菲特他刚开始炒股的时候 他就是从小的股票开始炒的 他就是从小的股票开始炒的 那他的方法慢慢慢慢运用 当他的手里的资金越来越庞大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 跨入到了就是开始 也开始用蓝筹股来去运作 用他的方法来运作蓝筹股 就等于加了双保险 也就是蓝筹股是比较保险的 对不对 再加上他的智慧 他的炒股的方式 再加上蓝筹股的稳定性 那就是稳赚不赔的 当然也不说百分之百了 但是以巴菲特为什么他创造了神话 就是因为他加了双保险 加了双保险 而我们补偿小白 因为我们手里面没有这么多资金 所以我们难免就要从小股票开始玩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挂巴菲特的那一套选股的方式 这个选股的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取决于了 为什么我说 我可以让我自己不赔钱 为什么 这个选股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就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就确定 你就能选到那个一直往上升的 但是你但凡用点心的话 你就不会选择到 那个可能马上就倒闭的 现在这个时候也可能了 但是就说 但是如果你但凡用心的去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股票 并且对市局啊 大方向啊 有做一定的功课的话 当然如果你不贪心的话 可能你就真的可以选到好的股票 当然在这选股当中 你肯定知道 我不知道我该买什么样的股 我也不知道我该选择什么样的股 到这个这个阶段 选股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就要大量的收集资料了 像我那个时候 我基本上就是会把 那个澳洲投多少名的股票 就是说 全部抄下来 然后或者是说 我会看每个星期的排行榜 每天的 最活跃的 就是生的最活跃的十个股票 和跌的最活跃的十个股票 我把它全部都抄下来 然后每天每天这么记录 你就会容易找到 活跃在我们视野当中的 最活跃的几个股票 然后在这最活跃的几个股票当中 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价位 其实也不用多 像我在现在目前 我观察的股票里边 虽然我有就是十几个 就是我找了十几个在我手里边 在不停的观察他们 但是我真正购买的 也就两三个而已 也就两三个而已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要去 试试自己的眼光啊 可能会买很多 但慢慢慢慢到最后了 你就是 你就知道有几个股票 是非常稳健的 那你就跟着这几个 稳健的股票 走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投来投去 都是投的这几个 所以它本身是稳健的嘛 所以我就心就比较安定 就算它跌了我也不怕 只要它跌了 我只要我不卖 它就总有一天会涨回来 其实和长期投资是一样的 所以呢 选股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仓位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在你选股之前 你已经大概知道了 你准备多少钱 拿来炒股 比方说 就是我准备了两万 那这个点呢 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 也推荐过给大家一个 就是YouTuber 他呢就是什么 是背棋说股嘛 他的那个频道 升得非常非常的快 我当时他在 我当时他在 他当时他在 非常少订阅量的时候 我就我就开始 跟他的频道了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他讲的东西 真的是浅显易懂 而且我学的也非常快 那他里面就会讲到 这个仓位 影响到你的情绪 这个点 所以当他讲了之后 我也照做了 我当时天天记笔记的 我就知道 OK 我在我的仓位 大概我能拿出多少钱 来炒股 我平时会控制在什么点上 那我每天进出股票的时候呢 我大概就玩 四千到五千这个样子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跌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补仓 我会一慢慢补 慢慢补 补到最多 补到两万 然后我就停了 因为这两万块钱就是我 就是心中有个准备 就是说 如果一旦我赔掉了这两万 这两万对我的生活 是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呢 当我有了这个心理准备的话 那这股票就算它大跌 我心里边也不会 啊紧张 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当它股票跌的时候 你一旦卖掉了 这个你输掉的钱 就真的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是淡定的 你说OK 那我再等一等 你可能等三天的时间 它这股票就会回升 最差的时候 就是它的股票 不管怎么样 它必定会有上下浮动 它一定 不管多好的股票 它都一定有上下浮动 这样的状况 它都有高 都有跌 都有高 都有跌的时候 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我们股场小白不懂 哎呀 它升的时候 我们跟着买 然后呢 跌的时候 紧张就开始卖 就感觉说 及时止损 怕它跌的 连本钱都没有了 但是后来久了才会发现 如果你这个股票 它是一直是比较稳健的 或者它是 它的总向线是往上升的话 它就算跌 那其实也是不用怕的 甚至我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它跌我才买 它升我是不会买的 就是慢慢去学经了嘛 就是要找规律 为什么他们说 就是炒股这个 里边这个 这个叫什么图 就是这个 股票 股票里边的这个 股票里的 股票里边的这个图 是很重要的呢 其实 其实炒股 它里边确实 是有一个规律的 它确实是有一个规律的 所以虽然说 这个图不能是百分之百的准 但是 每一个股票的走势 因为它的行业 它的人群 它的投资的 投资的大方向 它是稳定的 所以人的心态 其实甚至有些时候 也是会 莫名的相似 所以它里边 是有一个规律的 所以说 这个图 有时候看图呢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也并不是说 这个图真的是 完全是没有帮助 但是不要百分之百的 去依赖这个图 股票 如果你能把持好的话 你心情就会很淡定 那如果你淡定的话 在别人恐慌的时候 你就会不容易恐慌 也就是说 在别人抛售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很淡定的 去买入 然后呢 说不定 等到它忽然升上来 别人在不停的购买的时候 你就说 OK 我到了一个 我到了一个 比方说我之前说过 我到了一个百分之十的盈利了 我觉得这个钱 我可以接受的了 那我就可以 开始 把我的股票卖掉了 当别人正在疯狂的 还在购买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把钱赚到你的手里边了 这里边当然 这里边呢 可能因为刚开始 我身边一个股场小白的时候 我也会有贪心的时候 我也会有就是panic 紧张 不知道该卖 什么时候该卖 什么时候不该卖的时候 肯定也要 刚开始也要交学费的 但是到慢慢的 你就能摸到一个规律 你大概就会知道 什么时候那个点 我该卖了 这个点呢 我不能说是 我没有办法用一个 就是一个模式 或者一个法则 告诉你啊 什么点该卖了 这个点呢 是要靠你自己 对这个股票的了解 摸索 在买卖的过程当中 去观察它的浮动性 去了解出来的这个点 我觉得每次买卖 我能抓住这个点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股票 我总是在很认真的在观察它 然后我的认真的观察 它会在我的潜意识里边 就会自然而然就会知道 这个点该买了 这个点该卖了 所以我很多次抓的点 都抓的蛮准的 这就是在于你花多少心思 在你这个股票上 而不是跟着大流 跟着别人去走 那我基本上 把这些基本的东西 学会以后呢 也就是说 当我知道 当我手里边 已经稳固的握了一些股票以后 我基本上就不进群了 就是我以前进群呢 跟着群里边 就是有一个微信群嘛 是专门炒股的 我一般进群里边 主要是想看看 大家都在炒什么股 我本来当时想学的是 想找一些热门股票 看看别人在炒什么 我会跟着大流走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你在这个群里边 反而很容易受别人影响 别人说卖呀 别人买呀 紧张呢 它很容易影响你的情绪 所以后来呢 我觉得进群 去看别人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 很能稳住自己的人的话 进群其实对你 没有什么好处 那我呢 后来就是不是说嘛 我就已经通过最热门 就是每天升的最多的 和每天跌的最多的 这些股票 就已经可以让我知道 最热门的股 当下 现在当下 最热门的股票是什么了 所以我可以从那里找 比较热门的股票 并且筛选出 适合我标准的股票 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用进群去 通过别人来找 因为情绪 特别特别去容易支配你 买 卖的这个点 会让你不清醒 会让你没有办法 正确的判断 你什么时候买入 什么时候卖出 其实对于短炒的人来说 你的这个情绪的控制 和你要不要买 要不要卖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有些时候 如果你是受别人影响的话 你就会觉得 你永远是在追着别人走 就是你 你很难走到这个潮流的前面 当然别人卖 你也跟着卖的时候 你赔了钱了 后来哗又升了 就是我记得刚开始 学股票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无处 就觉得人家卖 我也跟着卖 人家升我也跟着升 大钱都被别人挣去了 赔的最多的也是我 就是总是跟着别人后边跑 那后来呢 我就想 我怎么样才可以 不跟在别人后边跑 那很简单 就是你必须要靠 你自己的判断力 去分析你的股票 而不是跟着别人走 那你如果你的依赖 就是依赖别人的话 那你就永远是跟着别人跑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全身心的自己 专注在研究你的股票上 那你将那你的这个买入点和卖出点 是完全取决于你对这个股票的了解 和你对这个线路图走势的分析的了解性 来判断了你其什么时候卖 什么时候买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说着说着已经说到第四点了 第四点就是我本上写的就是 这个买卖的这个点 很重要 卖是要卖还是不卖这个点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靠自己的分析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交一些学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在短潮里边 能摸清楚摸好你自己的规律 你选股选好了以后 在这个股在你选好了几个股票之后 在这个股票里边的买入买出的这个点 你肯定是要交点学费去摸索的 但是如果你摸索清楚了 这只股票里边的买卖点和它升价位 基本上它大概升百分之多少 它会跌 这个规律如果你能摸熟的话 能摸清楚的话 基本上你是不会赔钱的 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了 要不然很多大神就开始说我了 一望又在那叫坏人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至少这东西是我们自己 自己去研究出来的 靠自己而不是去靠别人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你光靠自己的话 也是可以研究出来的 甚至就好像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 类似于什么样的例子 比方说你冲浪 你这个浪在什么样的天气底下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浪波 你如果冲浪的话 在这种浪花底下 它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 出现这个什么样的波浪 这些完全是要靠经验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股场 我们这些股场小白 你不要想着一进去 我们就可以马上靠别人的经验 就能达到在股场里边 就是永胜不败 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自己跳下这个水 踩在这个滑浪板上 去感受这个股票的浪花 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去摸索出来 在这个股票里边 它这个起伏的这个度在哪里 然后你去摸索出来 你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买 我什么时候该卖 它到了一个浪尖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能感受到 它快到浪尖了 这个时候我该卖了 而这个点你是怎么得来的 是由于你之前你观察到它 它之前的那个浪尖 在那个浪尖上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人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说到什么样的位置 大概到浪尖了 就是你的研究 你的每一个研究 给你搜集了大量的经验 让你开始头脑里边知道 我下一个浪尖 我该是时候卖了 下一个低股 这个时候够低了 我该买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交股票的人很多 那但是在股票里边 挣钱的人依然有 输钱的人也依然有 因为这个东西完全属于个人的东西 就是完全是看你个人的总结能力 够不够强 看你个人的情商够不够强 取决于你的个人 所以当然了 你如果想真的想要进入股票 做股场小白的话 那你也要看你的性格适不适合 如果你进去之后 你发现赔一块钱 你的心就要吃心脏药的话 那你就干脆别进去 我是一个非常心大的人 就是抗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炒股呢 这个还是蛮刺激的 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我自我控制欲蛮强的 就是我控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 我就一定要达到这个点 不会被自己的贪念和欲望给拉扯跑了 因为呢 如果你这个贪念控制的不好的话 你可能就会容易自满 容易自负 然后就慢慢扩张这个钱 然后可能就很容易就把你家本给投进去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我就是拍视频的时候 下面很多观众朋友就不停在提醒我 一望啊 千万不要自负 千万不要 就是大家 我懂大家意思 就是怕你太认为你太厉害了 你可能把全家身家就放进去 去炒这个股票 因为我对炒股呢 是一种像是一种就是挑战性的 实验式的一种 一种像游戏一样 我喜欢把它当成一种游戏来玩 我并不会真的把当成一种挣钱的就方式 去全身心的去投入到里边 因为因为我一直很清楚 我的人生我想要什么 什么才是真正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虽然有在炒股 但是我不会去偏离 不会太大的去偏离轨道 但是在这个炒股的过程当中 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是就像我在极简能学到人生道理也一样 我在炒股里边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人生不管学什么 我们都应该扎扎实实的去投入到里边 去好好学习 学习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哇塞没想到 那么讲着讲着就快讲了 快半个小时了 这个呢 今天讲的所有一切呢 都是我一个股场小白的真心话 希望大家呢 就是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 我这个只是一个分享 也可能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可能也不清楚 不知道以往在讲什么 但是呢 可能进入到股场一段时间的人 可能就会慢慢明白 以往在讲什么 其实我觉得呢 在股场里边 它的整体上的规律 其实是永恒不变的 里边大部分的规则呢 基本上都已经摸清摸透了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 我们对这张东西的研究度 还有就是我们对市局的观察 推测 所以我说 这个当成一种游戏来玩玩 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把全身家放进去的话 那就真的是非常烧脑的一件事情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